新北市的持修高中最近在臉書公告 把歷年來保管的違規物品或是遺失物列策 如果六個月內沒有來認領 就是銷毀或是轉證孤兒院 不過網友質疑學校侵佔學生的物品 持修高中解釋部分持有的學生 沒有領回就放到畢業了 學校並無侵佔的事實 是出於善意依法公告 而這些帶為保管的物品 包含了像是手機、電玩、隨身聽 跟燙罰卷等是琳瑯滿目 當中不少按鍵式的舊型手機 就在領回可能實用性也不大 只能說是時代的眼淚 你的青春有沒有跟他手牽手 後來又是怎麼失手的 哪來那麼多的老古董 都在新北市慈修高中出土 N年前的學長學姐 上課偷完被火逮 還是要你別帶你偏要帶 當時都被學校給沒收 最近校方在臉書公告各位校友 歷年來的各種保管物品 快來相認吧 144件中有超過一半以上是手機 如果六個月內沒有來認領 就銷毀或轉贈孤兒院 不過網友質疑了能這樣嗎 這豈不是侵佔扣押了學生的物品 怕引起誤會 學校也把臉書招告給刪除了 那不過當時在每一個學期或是每一週 其實如果有些家長 他願意來學校幫忙帶回領 就是領回的 我們其實也都會處理 這個出發點是一個善意 校方表示出於善意希望讓校友領回去 但是看看他們 這年頭的手機啊 都是手一滑很久沒在按了 就算領回家恐怕也是白領 學校的好意大家只能心領了 華爾新華民會方晴年臺報道